百年时尚新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2018年3月22日之晚 在纽约加士德拍卖会场上 一位日本藏家收藏的北宋定谣黑用浙古邦晚 最终以421.25万美元 约合2667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然而这一价格却低于行业预计 因为拍卖会开始之前 不少文物专家都预测 这只珍贵的定谣黑用碗 应该会卖出上亿的价格 但是误陷生后 人们发现碗底有三道裂碗 于是也有人猜测 这次拍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价格 可能是和品项瑕疵有关 那么这个黑碗 为什么会卖出这么高的价格呢 定谣是我国宋朝六大谣戏之一 位于今天的河北宝定曲阳县一带 以盛产白瓷著成 也兼烧黑用绿用和酱油籽 不过到了明朝时期 定谣的黑瓷价格已经超过了白子 因为稀烧之难度大 偶然性强 目前传承下来的同类瓷器 可以说是凤毛流角 2018年拍出的这只黑用碗 就更是私人收藏中的孤品 再加上自古以来 定谣的黑用碗 就是斑点为贵 条纹四支 而这件藏品 黑又鱼润 黄褐色斑点 错落有致 浑然天成 绝对是难得一见的争品 据悉 这件定谣黑又浙古傍晚 原本是由波士顿知名藏家 白纳德夫妇收藏 后辗转到达了日本万严美术馆 又在2002年的 香港价值的拍卖会上 被富田雅啸 以1239万港元拍得 谁曾想16年后 他的价格又换了一番 且业内突变认为 2667万的价格卖回了 2003年的一天 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 正打算收钢回家 但鱼竿拉起来 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 拿给专家看后 专家感叹说 这是无价之暴 那这铁王棒到底